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很多在周末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 尤其是这个在疫情方面 美国单日新增的已经超越了20万 以前的话5万已经是非常多了 现在全美国现在确诊人数已经是达到20万05千人 以后这也是11月份来新增加 可以说这个一个里程碑 现在目前的话在11月份已经新增加的 已经有40万例了 按照从今年开始可以看得出4月15号 是死亡人数最多的2752人死亡 现在疫情在各地 已经可以看得出医院的话已经出现了 病床不够的问题了 可以看得出这个在周末的时候 Dr. Farsi还有Dr. Burke这几个抗疫这方面的政府官员已经是一再提醒 在11月份到12月份 尤其是现在假期期间里边的话 因为从Sandsgiving过后到感恩节这几个礼拜里边的话 将会疫情成倍的增加 这个确诊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所以还提醒大家还是要遵守各地的卫生禁令 罗汉基今天开始会实施更严格的卫生禁令 在周末的时候 罗汉基卫生局已经是颁布更严格的卫生禁令 以为这个原因罗汉基卫生官员这个局长的话 Dr. Barbara Faire他的家住家的话 也被这个游行示威人士的话抗疫 很多这个反对政府的这些人士的话 到他家里边住宅里边的话 开始游行示威抗疫 当然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因为从今天开始 罗汉基卫生局已经是会实施更严格的规定 以前的话就是乡店可以有限度的开放 但是现在的话超市就连超市的话 也有做一些限制 超市的话从今天开始 不能够必须要将这些人数的话 放到这个容量的50% 一般的乡店里边的话 是属于这个好像百货公司的话 是35% 原来是我们可以允许的话 三个家庭 15人以下的家庭聚会 但是的话从今天开始 现在的话就是说不允许家庭聚会 只能是家人住在一起 但是亲戚朋友过来串门来party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禁止的 以前洛杉矶地区的话 允许这个赌场在开业 主要是只要能够提供户外的话 排桌 然后基本上赌徒还是可以去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赌场 不管是户内 户内更不允许的 户外的话也不允许 所以赌场必须要关闭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但是的话教会并没有限制 因为上个星期最高法院已经规定的话 地方政府不能够这个规定 就限制民众去教会 所以对教会这方面的话 因为是受到第一搜证案 这个宗教自由的保护 所以各地的这个卫生部门 都对教会的话作为一个例外 也当成一个所谓的生活必须 这个行业来限制的 当然在政治方面里边 现在基本上 拜登今天开始 已经是开始获得了国家安全的简报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因为在过去两个星期 虽然的话他已经说当选了 但是的话 GSA没有认可的情况之下 他一直得不到国家的情报 所以今天开始里边的话 他得到的国家情报的这个简报了 另外方面的话 在在中午 拜登会开记者会宣布 他的经济这个首长名单 我们知道的话 在一个星期以前 拜登已经宣布的 就是外交部 这个国家安全这部分 一系列的人选 在今天的话 会宣布经济方面的话 当然前的这个联邦署避会 的主席 这个 这个 Janet Yellen 有可能会出任财务部的部长 普林斯坦 普林斯坦大学的经济学家 叫Cecilia Rose 将会出任 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另外两名的国家 这个 经济顾问的话 就Bernstein 还有Boschel的话 都是她的选举过程之中的话 里边 担任了经济顾问的 所以她现在的话 会有三名的经济顾问 当然 这三名 在这些今天会提出来 这些经济官员里边 最重要的话 他们的目标是 怎么样子协助 这个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后的 经济复苏 这方面的努力 并且解决 目前美国经济之中的话 结构性的不平等 当然 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的加税 当然 这些提名 只是Biden里边 所要计划之中的人选 他一方面可以凸现两个 一方面 目前内阁官员的提名之中 可以看得出的话 半数以上都是女性的 也有很多是 包括是非洲一 还有拉丁一 这些人选 可以看得出的话 将来的经济走向的话 会怎么样子 能够解决目前美国出现了 经济方面出现的不平等的问题了 当然在选举过程之中 他说他会对年收入 有40万以上的家庭的话 加税 当然这些官员的任命 还有能否加税 还要看1月5号 这个小西亚的选举 为什么呢 内阁官员的任命 还是要经过众议院的认可 不确认 如果是太自由派了 太直径派的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众议院 还是共和党的话 那基本上这些任命 可能不会通过 所以的话 1月5号可以看得出 谁能拿下众议院 参议院 至关重要 当然如果是众议院 还是掌握在共和党手上 现在白灯 在选举之中 答应的 承诺的 就是要加税 还有各种 其实可以说是解决 经济上面不平等的政策 有可能会没办法 立法来解决 因为毕竟里边 虽然众议院 还是在民主党手上 但是参议院 如果是共和党手上 里边的话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他的很多政策 都很难推动 所以看得出 现在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将这一场 将乔治亚 列为重点的战区 不管是民主党 在周末的话 还是共和党 在周末里边的话 都是一样呼吁的话 怎么样的选民 发动更多的人 出来参选 来投票 因为参众两院 现在的话 参议院成为最关键的 一个战役了 当然在周末的时候的话 川普也是在 11月3号选举之后 第一次首度的 接受媒体的采访 在Fox News Future这个节目里边的话 主持人Maria 采访了他45分钟 当然在采访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 有几点 因为在推文里边的话 只是短短的几行字 以后很难 知道他真正的想法 不过来说 在这个45分钟的 这个采访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 第一 他没有时间表 什么时候会认输 他也知道里边的话 主持人问他 这个12月8号 是每个州都要确认了 以后提出选举人了 确认选举人 12月14号 选举人投票 以后的话 11月6号的话 国会投票 以后1月20号 是总统 新任总统的话 会损失 在哪一个情绪之下 你会宣布你认输了 他说这个选举 本来就是属于 有太多欺诈了 当然他讲了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话 他说 我现在没有时间表 什么时候会认输 不过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他接受记者 在盘问 在私讯会议上面的话 他也是提到 他说如果是选举人 真的是宣布 拜登当选的话 他会将政权和平的转移给拜登 不过来说 什么时候 这个陪审大的 这个选举人会宣布 现在还不知道 有可能是12月14号 但是在这过程之中的话 这个在 在周末的时候 有几个大 有几个重要的新闻的话 对川普是不利的 第一个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Pansylvania州 第三存回法院 这个部分是属于联邦 存回法院的话 我维持地方法院的判法 认为的话川普总统 这个要取消 这个选举的认证 是无效 当然这个案子的话 川普的律师团队 已经表示说 会上述了最高法院 另外一个 这个判例下来的话 是在Georgia州 另外一个叫Mike Carey的 他是属在Pansylvania州 以后提出来 说这个选举的话 有很多漏洞 有很多激诈行为 要求的话 因为他是竞选国会 以后要顺便的话 要将总统选举 这次选举的话 在Pansylvania州 也是要全部的话 推翻 不能够认证 这个案子达到了Pansylvania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对Kelly的判例 也是不利的 他说他没有提供提供 足够的证据 证实这个选举的话 有欺诈行为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对川普也是不利的 在在Wisconsin州 我们知道的话 这个川普花了300万 要求重新对两个county 这个进行计票 这个计票结果的话 现在在周末的时候 已经宣布 以后基本上的话 这个拜登还是领先 不过的时候 这次计票 重新计票的结果 显示出来的一遍 反而拜登多了87票 所以对这个世界 不利他的消息的话 川普还是这个信心满满 不过来说 这个部分里边 他也是将希望寄托 在这个最高法院里边去了 因为最高法院里边的话 他也是在节目采访的时候 他承认要说服最高法院的话 来听来接受他的案件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在最高法院 他一般的话 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案子的话 要求最高法 打到最高法院 要求最高法院来听证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有几种方式 会达到这个部分了 一方面的话 往往是地方法院判罚了 上诉法院 上诉法院不满了 以后再打到最高法院 往往的话 在11个存回法院 有可能存回法院 在不同样的案子 有不同样的裁决 以后要最高法院的决 来决定 最后应该怎么样判罚 在目前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要上诉的最高法院的话 川普必须要 两种方法 一个的话 这个最高法院 以试票这个方式 以后的话 决定我们要听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主审法官很重要 John Roberts的话 他我们也知道了 从上个礼拜的判决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教会的部分 允许这个地方政府能不能限制教会的活动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是五比四票 这个三个是自由派的 第四票里边的话是属于支持这个地方政府来限制这个集会这种权力 在五票里边是保守派的 Emmie Barras的话 光光当选的这个大法官 他是属于保守派的 而真正的话 本来是六票保守票 但是的话 有一票跑了票 变成跟自由票 自由派站在一起的 就是John Roberts John Roberts的话 现在是属于cheat justice 他是属于主审的 所以话他是属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中间的有可能是会支持会跟自由派在一起有可能会跟保守派在一起 所以是这个是可以说不可靠的对川普来说 现在的话真正决定的话是要四票说我要听你的这个上诉 还有一个的话 因为第三层会法院是这个每一个区里边九大法大法官的话都有负责这个区议的 所以话第三层会法院这个上诉法庭的话是大法官这个叫叫Samuel Alitos来负责的 所以话下面Alitos的话他可以说我要听这个案件 可以说这个部分他是有可以做出这个决定要听这个部分 当然听了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川普要面临的是两大 第一个的话要说服最高法院来听他的上诉 另外一个的话是上诉听完之后要这个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 当然有利的裁决就是说禁止选举人的话进行认证 禁止当地政府进行认证 一旦只没有办法认证的情况之下 对川普来说他唯一赢了机会的话 就是说这有六个州的选举结果没办法认证 这样子的话他可以使用第十二搜案 让国会的投票保住他的宝座 但是的话他要过两关 第一关最高法院要接受他的上诉 第二关以后上诉法院的话 对他要做出有利的裁决 所以话难度非常大他也明白 所以话他这个部分里面可以看得出他也是很无奈 在采访的过程之中他也骂的话 就是连调这个FBI都没有对选举欺诈的调查 他也骂司法部没有进行起诉 所以话他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得出他的无奈了 不过来说最后结果还怎么样 我们就看看将来一两个星期有可能是12月8号 这个有没有办法顺利选出选举人 以后12月14号选举人的投票最后结果怎么样 一单只12月14号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 如果是270名的选举票的话 已经是让拜登拿到的话 那基本上川普有可能虽然他不服输 但是法律上面的话他也只能是接受了 好的另外一个案子 今天的话最高法院进行听证的 就是人口普查的资料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案件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打到的最高法院 就是说项目部要进行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 能不能问民众的话 你是否是美国公民 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最高法院说是不能够问 所以主要也是怕很多 因为有很多的话可能是以新移民 他们人口普查就要计算 在美国每个地区居住了多少人 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应该计算里面去 如果你问是不是美国公民 这种情况之下会导致很多非法移民 不愿意这个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愿意参加人口普查 所以这个人口普查的话 最后在上个去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的话 是项目部不能够问这个问题 但是的话这个问题现在又重新拿到了最高法院 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的话 要求你项目部必须要在明年1月1号之前 将今年在统计数字里边呢 包括哪些选民啊 哪些民众是合法移民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要报告里边要分裂出来 你是否是合法移民 当然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有没有可能性做得到 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毕竟里边的话 虽然人口普查啊 这个这个部分里边不问民众的 是移民身份 但是 我们政府的话 有很多的资料库 包括了 纳税人的资料库 包括了这些 这个纳税人的资料库 这大数据的情况之下的话 可以看得出哪些人的话 是合以合法 这个是绿卡 是公民 这个数据是可以的 现在的话 听证会的话 川普的 为什么呢 他说要求 这个项目部在人口普查里边的话 要列出来哪些是非法移民 哪些是合法移民 合法的公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很重要 因为这牵扯到435个国会的席位 美国宪法规定的话 中医院是435个席位 所以的话 这个435这个席位里边的话 谁来占领 以后这个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是以每个区 大概的话平均下来 人口多少 所以平均的话 大概70万就一个 就有一个国会的选区 所以的话 所有这些选区里边的话 人口越多 他的国会的席位就越多 所以在加州里边 估计大概有200万是非法移民 按照70万就是一个选区的话 那现在加州的话 如果是不将非法移民 也算进里边去 加州有可能的话 失去了三个国会的席位 所以为什么至关重要 所以川普总统的话 他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现在国会的划分 是以这个应该是合法移民 作为代表的 因为非法移民本身就不能投票 所以我们不能够将他计划在 算在里边去 所以他现在的政策的话 就是说 那我们在国会选区 在人口普查之中 那你必须要提供这些合法移民 合法公民的这些人的数字 并且将来的话 选区重划 是以这个合法的民众 作为一个基... 作为一个database 以后不能够将非法移民的话 算这里边去 如果是按照这种计算里边的话 那纽约还有这些 这个纽约州 加州 还有Azana州 就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 比较多的州的话 他们可能的国会席位 就可能减少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现在的话 在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话 今天开始听证 看看的话 就是说商务部 应该不应该将这些人口的话 分出来 因为分出来下面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共和党所希望的 不要将非法移民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投票 所以他在选区重划的时候 也必须要将这些 按照合法人口来计算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 最高法院今天开始听证会 但是听证会之后 往往在半年之后 才会做出这个裁决 另外今天罗汉基时报 也是头版头条的话 介绍了一下 目前加州监狱所面临的问题了 加州的监狱 它分成两个系统 我们知道的话 常常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监狱是什么 一个是Prison 一个是Jail 那基本上Jail的话 是什么J-A-I-L Jail 这是跟Prison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的话 这个都市监狱 在加州里边的话 在判的 以前是一年以上的 叫做Prison 现在的话三年以上 叫做Prison 这种Prison的话 是属于州政府经营的监狱 已经是判下来的 Jail的话 就是以前的话 是一年以下 现在是三年以下 这种的话 是属于County Level 是属于县政府所经营的 这个部分的话 Prison的犯人 往往已经是经过的 审讯的程序 或者是认罪 还是被判有罪的 这些案子已经结束了 以后的话 有可能上诉 但是的话 这个上诉期间的话 他还是要执行 这个劳刑的 这个部分的话 是属于州系统的 但是在Counted 这个Jail里边的系统 他往往是属于 正有一半以上 是被判三年以下的劳刑 以后在州的 在县监狱里边服刑的 有另外一半的人口的话 他是正在候审过程之中 还没有定罪的 还要出庭的 还要打庭的 没有钱做保释 只能是关在牢里边去候审 所以这些人里边 有一半的话 都是这种候审的人士 但是在疫情过程之中 以后的话 在现在 州的监狱 原来关了大概有十万人 现在的话 已经放出了两万两千人 这些的话 都是以老弱病残为主的犯人 后来的话 再提前释放了七千 七千名 已经可能剩下五个月 就到勤的这些人士 为什么的话 因为关在里边 对州政府是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责任 万一确诊了 以后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这个还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以后这个州政府要负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现在的话 在过程之中 在疫情集中的话 这个他不断放人 还有一个方案的话 从八月 这个后来疫情发生的时候 他已经终止 在州的监狱 已经一般的案子 已经是经过的法律审理程序 好像的话 我们说 刚才有一半的人是候审的 候审最后的判法 有罪了 或者是认罪了 被判三年以上 要往州政府去送的时候 州的监狱说 我们不收人 不收人的情况之下里面 为什么的话 他们监狱现在人满为犯 以后疫情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这些 这个犯人 以后这个确诊 以后要隔离 所以人手不够 以后还有的话 有三分之一的确诊人数 是属于person guard 他们是警卫 他们在监狱里边的话 这些看守也是确诊了 所以出现的话 PPE也不够 口罩不够 以后的话 也不用手套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里边 这出现的话 很大的问题 所以州政府 州监狱的话 他决定不收 但是的话 这些人的话 都囤置在县政府的监狱 所以县政府监狱的话 他人满为犯 这种情况之下 也是不断的放人出来 后来的话 各地的地方警察局的话 不断的反应 最后的话 在8月28号 州的监狱 才重新开放 接收县政府监狱 转过来的 这些prison 这些被判 三年以上的劳刑的 这些犯人 没想到的 从8月28号开放之后的话 现在已经是 已经 这个没想到的话 他也不是全部收 他只收了3300人 以后 但是从目前的说 在最新的数据显示出来 在州的监狱里边 已经有3300多名犯人确诊 以后又是在6月份的时候 又是爆发了更多的疫情 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的话 有6所的监狱的prison 州监狱的话 被迫的话 又是要进行lock down 要停止的活动 这种的话 从昨天 罗汉基时报的话 的报道的话 就说 从上个星期 11月24号开始 州监狱的话 再度停止接收犯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因为 所以啊 现在很多 要从州的 县的监狱 转往州的监狱 开始的话 现在 州的监狱 再度停止接收犯人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罗汉基的监狱 原来的话 疫情期间 疫情之前 大概平均可以关到2万人 后来疫情期间 放了很多人出来 以后 原来的话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是1万1000多人 但是因为 很多案子已经解决 以后 要转到州监狱里面去 但是的话 州监狱的话 不接收人 现在的话 人口的话 已经犯人的话 从1万1000人增加到 1万5000人 那现在的话 罗汉基 县警察局局长 还有很多 这个县警察局的说 如果是州政府 不再接收犯人的话 那囤治下来 那么多人 变成我的责任的话 那对不起 我钱也没有 所以我只能是 不断的放一些犯人出来了 所以当然 州政府监狱 这个县政府的监狱 不断的放犯人出来 对我们治安的话 会引发很大的 这方面的危机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罗汉 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 EDD造假的问题 很多犯人的话 在里边 这个能够拿到实业救济金 这个问题里边的话 非常严重 这个Sanmattel 这个地方的话 在今天也是正式的提出了 这个刑事的起诉 起诉22名 这个关在监狱里面的犯人 说他们串通的话 进行EDD的欺诈 在22个人被起诉里面的话 16个人在服刑之中 另外的话 已经有一些外面的家属的帮忙 一起的话 进行这个欺诈行动 所以他们申请的额度里面的话 基本上这个已经是 这个可以在 目前这个有人在最高 可以拿申请到2万多块钱 从目前来说 这个他每个人申请的额度的话 在现在的话 可以看得出这个上亿的损失 所以的话 现在政府已经采取一些行动了 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是加州律师公会 在上个礼拜的话 开始降低律师资格考试的成绩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像要成为律师 你除了拿到了JD的法学博士学位之外 你还要通过这个BAR BAR的话是律师公会规定的考试成绩 在过去里面的话 加州的成绩是1440分 才能够及格 才能够具备律师的资格 但是的话发现的话 这个分数的话 跟纽约州是属于全国最严格的 很多人都考不过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话 很多这些考过 要考四五次才能够考过 有一些的话 拿到法学博士的话 但是的话没办法考过这个BAR 干脆的话就不做律师了 以后像以前的罗汉基的市长 Antonio Villagosa 他考了六次的话也没考过 Gray Davis 以前加州的州长的话 也是考了五次才考过律师执照 所以后来现在的话 就是说这个考试非常难 不过来说他现在的话 就是加州律师公会的委员 已经是提出的这个动议 他说从2015年7月到2020年 今年的2月份考试成绩在1390分到1439分 这个里边的2000多名考生的话 他可以的话拿到律师执照 以后的话不必要再考试了 那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从原来的1440分 现在的话就是将以前 在2015年以前考的试 在过去三年四年之中的话 你分数在1390分 你就可以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的话 这个已经是降了50分 在50分之内的话 你都可以达到临时的律师执照 当然 他的标准里边 为什么降这个标准 他就是说 我们是要律师多元化 要照顾小数主义学生 因为在2000多名学生里边的话 就是这个部分 从1390分到1400分 这段是这2000个考生里面 大概13%的话 是属于黑人学生 90%拉丁一的 所以他将这标准降下来的话 估计有20%以上 都是属于小数主义 这些人士的话 就可以拿到律师执照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在过去司法改制 怎么来多元化 改变司法不平衡 不平等这种的一个做法 当然 现在的话 除了这个之外里面的话 最高法院在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礼拜的时候 也做出一些防疫的新措施 因为在过从疫情期间 很多这些考试的话 都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他的规定的话 从2019年12月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底 这段时间里面的话 毕业的法学院的学生 如果是没有考试 或者是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的话 在有执照律师的指导之下的话 都可以从事律师的工作 以后这个执照的话 有效期的话 达到2020年6月份为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法学院毕业的话 你不用考试 或者是考试没过也没关系 你都可以做临时律师 只要有这个律 有执照的律师指导之下的话 你都可以从事律师的工作 可以出庭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两个措施的话 也可以说是所谓执进派的措施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因为这个有2000多名的考生 没有通过有这个五分之一 都是属于小数主义 我们将标准降下来 可以让这些学生的话 作为律师的 考不过也没关系了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因为疫情关系 那没有关系 那反正的话 这个你不考试 也可以做律师 所以法律界人士认为的话 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 将这个律师的质量降下来了 以后为了这个迎合 这是多元化的政策的话 基本上将标准改了 这种的话会影响到律师 还有这个的资格 同样的也影响了 这项消费者的权益 为什么很多可能没有资格 或者是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的 也可以做律师的话 那将来真正受害的 有可能是就要需要 拼请律师的这些消费者了 当然在周末的时候的话 各大的这个英文媒体 都对这个华一的企业家 叫Zappos 这个写一词的话 Zappos的创办人 Tony Share 谢家华 做了很大的报道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 这个传来的 这个噩耗 这个46岁的Tony Share 在Kinetic度假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住在 他员工的一个 这个度假屋 在康奈迪州 然后发现 凌晨3点30分的时候 在New England这个城市 靠海边的 他消防队员收到的报案电话 说有这个火灾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的话 将这个将一名 这个住客的话 这个救出来 后来送到医院之后的话 已经没办法 这个已经是正式 死亡了 这个案件 后来证实的话 是这个Tony Share 当然这个现在 消防队还有警察 正在调查 究竟的话 是怎么情形发生的 是人为的火灾 还是意外的火灾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来说 对Zappos的话 来说 这个是很大的损失 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也是可以看出 Tony Share 就像我们第二代的 他们成长的过程 因为Tony 他爸爸 跟妈妈都是来自台湾 他们在Erin Noyes 念研究生的时候认识 后来的话 生下结婚 生下了 这个Tony Tony的话 是三个男生之中最大的 后来的话 毕业之后 父母的话 在湾区 旧金山的地方找到了工作 他爸爸的话 是在Chefron 这家石油公司里面 做生化工程师 他妈妈是做social worker 是社工 以后这两个人的话 还是一样非常重视 小孩子的教育 也跟我们很多家长一样的话 这个让他们补习 让他们学钢琴 各种的活动都让他参加了 当然后来的话 这个他从小 这个Tony的话 是想做生意 在九岁的时候 他就向家人要了33块钱 他说我们现在发现的话 可以养蚯蚓 哪个蚯蚓的话 在地里面养大了之后的话 可以卖 所以他没想到的话 他花了33块钱 买了一些蚯蚓 在后院里面种 没想到的话 一个月之后 他要将这蚯蚓挖出来 要去卖的时候 蚯蚓全都跑光了 这是做生意的第一笔 这个失败了 后来的话 他自己去送报纸 发现的话 送报纸就算下来 一个小时不到两块钱 他觉得的话 这个这样子做的话 太辛苦了 所以的话 他就发现 我可以的话 这个做一些button 所以的话 他自己的话 再跟爸爸借的钱 以后的话 再买了一台机器 专门出来印一些 这些可以说是button的话 来卖给别人 这种的话 赚了有点小钱了 尝到了创业的滋味 后来的话 他爸爸 他妈妈的希望的话 他继续去念理科 以后 后来的话 这个将来的话 做医生 以后 当然 在这种教育情况之下 他也不敢违背 父母的命令 但是的话 他的兴趣 他还是对电脑感兴趣 所以的话 他一边的话 后来的话 一边在念书 他也跟他自己的老师讲 我成绩考过了 就好了 以后但是的话 你给我一些sign job 给我旁边赚钱的机会 后来老师的话 就说你只要考到 没问题 后来的话 他在旁边一边念书 在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赚钱 以后做电脑的programmer programming的话 他一个小时 可以赚到15块钱 所以后来的话 他考进了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里面的话 他也没有好好念书 以后他对他来说 就像妈妈叫他要弹 学弹钢琴 那没问题 他对钢琴不感兴趣 他就将钢琴录下来 以后他关起门来之后的话 自己的话 放这个钢琴 弹钢琴的 妈妈以为他在弹钢琴 其实他在看书 以后看别的书 后来到了哈佛大学 四年他念电脑的programming 他同样的也是一种走soka 他就跟他的教授讲 父母叫我念书 我就念吧 他自己的话很聪明 所以他自己一边的话 在念书 一边的话自己经营一些pizza 在外面的话 order一些东西 自己加工再卖给别人 所以他这样子来赚钱 以后他选的课里面的话 也很独特 他在家里面都讲中文 他以后选的专门是选中文 以后因为这种的话 他很容易毕业 所以四年的哈佛大学的话 他一毕业 他就到了甲骨文 Oracle里面做 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工作的不适合他 因为整天的话就是跟电脑打交道 他喜欢做生意 所以的话他就出来跟另外一个朋友的话 开了一个这个电脑的网络广告公司 叫link exchange 做了之后的话发现的话 做了两年客户也开发了以后不错 后来的话他也是觉得这种生活的话他不喜欢 以后Microsoft微软看中了他这个公司 以后以这个一亿两千多万的话收购了在公司 24岁就赚了一亿多资金 他怎么他也是很高兴 以后24岁的话上亿的资金 以后他怎么用呢 他自己的话发现 我可以开始来自己做一个 Angel Fund天使基金 私募资金 所以他拿这个钱开始私募资金来投资 来做一些软化的工程 他觉得哪个项目好 他就投资里面去 后来投来投去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没想到的话 有另外一家公司就做鞋子的 以后做鞋子的话 他对鞋子从来不感兴趣 他说怎么可能的话 因为鞋店里边的话 消费者都会到那边是要四川 合适的他才买 以后所以这个部分 你在网上做这个鞋生意的话不行 然后但是的话 没想到的话 他说那其实现在的话 5%的这些鞋 都是透过这个通 在网上里面做 这个市场非常大 他在研究了Amazon的成功例子 然后发现的话 这个网的话 他可以将这个 这个网上这个网店里面的话 专门卖这个鞋子的话 变成另外一个Amazon的模式 所以他开始模仿 以后开始自己的私募资金 全的投进去了 以后用自己的钱来进行创业 再继续第二轮的这个创业 当然在后来创业不到一年 两年多 以后烧了很多钱 没想到的话 这个网络泡沫化受了很大的影响 他自己的原来的话 买了房子也卖掉了 以后来维持这个经营 没想到的话 他创造了一个另外一个旗子 就是说他原来他只是在网上 他为了打破这些在鞋子 要这个在网上购物的话 他说我们是给你免费的送 如果你不喜欢我免费寄回来 邮费我们来付 这是他的经营模式 第二个经营模式的话 以前他只是一个网络平台 拿了订单再去找这些鞋子公司来发货 所以他做这个让别的公司做dropship 就是说我们拿了订单去找人去 这样子的话 他觉得他这种模式里面的话 都是受了鞋子公司的限制 所以他自己要建立自己的warehouse 所以他自己的话 在Kentucket的话 买了一个warehouse 自己经营鞋子公司 所以他直接进口了 以后直接让生产代工 所以这样的模式的话 将在中间商 就是直接的话 从原来是自己是一个网络公司 只是接order 现在变成一个的话 自己发order 所以越来越接近Amazon这个模式 因为他的经营理念里面的话 也是让Amazon的话 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为Amazon以前的话 就是从书开始做 一直做到各种鞋子 是很大的一笔的生意 没想到里面的话 Zappo这家公司 因为它是免费 免邮费送给你 你不喜欢免邮费寄回来 这种方式的话 对Amazon冲击非常大 所以当然的话 这个当然最后的话 Amazon这个最后发现的话 它危险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就是这个决定收购 收购这个这家公司的 当然这个Amazon一收购起来的话 这个是1.2 billion 就是120多亿收购了 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 Tony Share的话 这个一辈子 他已经赚了第二桶金了 这个金的话 这个当然第二桶金的话 这个1.2 billion的话 当然他一辈子也是花不完 不过来说他这个人里面的话 他的经营方式很独特 因为他拿了这个钱之后的话 他并没有是说买房子 到处花费 他自己还是住在 Airstream一个房车里面去 后来的话他拿这个钱 又到江那个Zappos的话 他已经搬到 这个Las Vegas去 他发现Las Vegas的话 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 尤其是Downtown 因为他最后的话 Zappos这家公司的话 将原来Las Vegas的市政府大楼买下来 以后将这个旧的市政府大楼 改成他的总部 以后他自己里面 他将所有的资金 投资的3亿多的资金 要重新开发 这个赌城的这个旧城市 原来这个旧区 旧区开发里面的话 他说他变成一个container 就是我们的话货柜 以后变成一个货柜 货柜的一个村里面的话 变成一个香肠 要重新改造一个旧区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有这个做得非常好 当然他自己里面的话 他的经营理念的话 就是说要饭 要经营的话 要说的话 要有一个文化 他要Zappos的文化 这个文化的话 他说有10个核心价值 一个要透过服务 传递让对方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在60min 还有所谓主流媒体的报道里面的话 你打电话去 这个Zappos 要订鞋子 以后的话 他没有限制你 这个销售 在电话上面的话 要跟客户的话 有只能是谈多长时间 10分钟 只要你要解决了 他这基本上的话 可以让员工 跟客户聊天 没有任何限制 最长里面的话 这个聊天记录 发现的话 5个小时 25分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这些人里面 这些资源 现在就是因为 对员工好的话 他说 这个也是发现了 很多这些员工的话 都喜欢跟他们 在一起工作 以后 在过去 在十大 最好的雇主里面的话 Zappos的话 一直是在排名 十名以内的 当然他里面的话 注意要搞怪 照乐趣 要有冒险 创造力 不断的学新的知识的话 后来Zappos的话 在Amazon 收购完了之后 他继续经营 经营的时候 经营20年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Tony Share的话 就退下来了 以后 当然 Tony Share 他所创造的财富 不是从Zappos里面的话 赚多少钱 其实的话 Zappos跟其他的科技公司 一样 都是在亏本经营 你虽然营业额非常高 但是的话 获利的话 并不是很好 他为什么 这种模式的话 尤其是在硅谷 创业里面的话 像Uber 还有很多这种 新创公司的话 他的业值不重要 而且市场占有率 很重要 所以每一个行业 大部分的80%以上的 这些高科技 新科技技术公司的话 都不赚钱 但是为什么 股票的话 一直在上涨 他们就是用了这种市场的 金融投资的运作 就像的话 Tony 他自己的话 刚开始做的时候 微软 他发现里面的话 他有一个潜力 他卖给他了 为什么 他引用了很多创业资金 从一个没有名的 这些企业的话 这广告公司 能够有新的企业 加进来了 以后这种的话 就第一轮 第二轮的话 他就将这个企业 卖给别人了 以后同样的 在Zappos的经营模式 以后你可以看得出 他虽然获利不高 但是的话 他因为在鞋子 这个行业里边的话 变成龙头老大 在网络经营鞋业 对Microsoft里边的话 对Amazon的造成了 很大的威胁 因为他一般的生意的话 基本上Amazon鞋子的话 都竞争不过Zappos 所以他在美国里边的话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为什么我们美国有一个垄断 就是说我竞争不过你 我就将你收购 收购的话 变成我旗下的一个企业 就对我的生意 不会受成危险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Facebook 还有很多行业的话 都收购他的竞争对手 最重要的话 不想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来评分他们的市场 所以他永久拥有他的优势 所以一方面Amazon他收购了 变成旗下的一个企业 另外一方面的话 Zappos有可能单独出来 将来的话 所以他独立经营 过一段时间的话 可以上市 一上市的情况之下 Zappos的股值又是更值钱了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运作 你可以看得出 虽然Zappos不赚钱 但是为什么他很有价值 就是因为这种金融运作的情况之下 以后Tony也成为一个英雄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